针对中国对美的稀有金属出口管制 美国人的反制措施也来了 作为世界贸易关系上的互相制约之策 美国和中国在贸易上的各种摩擦 已经随着中美关系的不断变化 发生着各种变化 中国商务部海关总署宣布 从8月1日起 对稀有金属加合者进行出口管制 消息一出 美国开始慌了 在一番苦苦寻找之后 美国似乎找到制约中国的法宝了 暗戳戳地搬出了杀手锏稀有金属来 美国认为 只要用来 便可以对中国实现华丽反击 那么来有何用途 美国为何能启动来制裁 中国又该如何反击呢 想要解决这些问题 得先弄明白来是什么 来是一种稀有金属 具有多种特殊属性 其中最为突出的便是稳定性 身为稀有金属 来非常坚硬 密度也较大 在稀有金属中排名第四 从外观上来看 来通体为银白色 既能够抗腐蚀 也较为耐磨 即便直接暴露在空气中 来的性质也不会轻易发生改变 当遇上高温环境时 来也能承受 这是一种生来便不怕热的金属 溶点较高 纵观所有化学元素 只有乌与碳的溶点比来高 而这种非凡的稳定性 使其能够在稀有金属的舞台上大放一彩 与其他金属相比 来在可塑性 机械性与抗乳变性能上都具有先天的优势 正是因为溶点高 化学性质稳定 所以来能够轻松应对各种可燃气体 在反应发生过程中保持较好的化学惰性 因此 无论是航空航天 还是电子工业 亦或是石油化工领域 处处都少不了来的身影 其中 航空航天领域对来的依赖性最大 毫不夸张地说 倘若没有来 这一领域便会陷入瘫痪 因为来世生产航空发动机必不可缺的原料 航空发动机中有一个名叫单晶叶片的零件 这是发动机的灵魂与心脏 可以直接影响发动机的性能 仅需60片单晶叶片 便可以推动一台1000千克级别的发动机 可见其威力 然而 生产单晶叶片尤为不易 离不开来的帮助 根据运行原理 发动机启动后 会迅速压缩空气 将其压入燃烧室 燃烧室中的燃料与空气碰撞 在有限的空间内诞生猛烈的燃气喷射流 最高温度能瞬间达到1720摄氏度以上 单晶叶片需要抗高温 在喷射流的推动下才能以高速旋转迸发动力 当单晶叶片高速旋转时 叶片每分钟的转速能接近4万转 就马力上而言 每一片叶片的力量都相当于一台越野汽车 在这一过程中 叶片又将产生惊人的高温 这种情况 唯有金属来能够应对 航空航天事业离不开发动机 而发动机又离不开单晶叶片 生产单晶叶片就必须用到金属来 由此可见 金属来在航空工业领域的地位不可撼动 理应成为各国争抢的目标 那么全球的来资源是如何分布的呢 实际上 全球来资源分布较为集中 总量也相当有限 而美国在该领域占据了绝对优势 常年垄断全球来资源 就地域而言 来主要分布在三个地方 中亚 蒙古代 古特提斯代 环太平洋代 即美洲与欧洲 就总量而言 来分为两类 一类是探明的资源数量 另一类是各国储量 世界探明来的资源数量 为1.1万吨 而各国储量则约为2650吨 在全球1.1万吨的来资源中 美国占据了5000吨 其余国家共占据6000吨 换句话说 美国尚未被开采的来资源 占世界总资源的45% 数量惊人 目前 来储量最高的国家是美国 智力紧随其后 以15%的占比稳居世界第二 美国境内足足有6座能够产来的矿山 分布于亚利桑那州 蒙大拿州与犹他州 除了在资源的总量上一计绝尘外 美国再来的生产领域也名列前茅 与其他稀有金属一样 自然界的来数量很少 直到今天 人们也没有发现可工业开采的来单一矿物 一般来说 来大多以微量寄存在别的矿物中 想要单独提取出来 再加以利用 就必须进行生产加工 如木金矿与灰木矿便是来的主要来源 这项提炼技术被美国掌控 令其成为了世界三大来生产国之一 除了美国之外 还有智力与波兰 但是 就国际政治的角度来说 美国身为超级大国 自然而然成为了三国的主导 2019年 这三国总计生产了44.3吨金属来 直接占据了全球来生产总值的87% 而美国共生产了8.2吨来 占总量的16.5% 可见其地位 为了能够确保自己再来领域的绝对地位 美国长期以合同形式与各国展开合作 利用大国威望 垄断性的获取来资源 形式作风十分霸道 早在2018年 美国便将来列为关键性矿产 美国强调 来世关国家军事安全与经济发展 不管使用什么手段 美国都必须垄断这种资源 为此 美国一共干了两件事 首先 美国盯上了别国的莱 想要将这些莱据为己有 除了智力以外 美国还盯上了哈萨克斯坦与加拿大 哈萨克斯坦的莱处量将近190吨 加拿大也有32吨 再加上智力的1300吨 足够成为美国的莱处备库 美国如意算盘打得响亮 准备先消耗别国的莱 一边用别人的 一边保护自己的 这样几十年后 美国的莱处量便可跃升至世界第一 于是 美国政府以美国公司的名义 与智力 哈萨克斯坦及加拿大签订了长期合约 要求这三个国家长期向美国供应金属来 可是 美国却从不愿意公开合约的细节 难免让人怀疑这些合约是否违背了公平贸易的原则 其次 美国不光要原材料 也要技术 美国境内的莱资源虽然丰富 但是加工技术仍略逊智力一筹 因此 美国选择将大量含有莱的木金矿运网智力 以低价要求智力为美国加工 与此同时 美国也在紧锣密鼓建设属于自己的备烧厂 用来回收莱资源 实现莱资源的再利用 多年以来 美国利用政治上的霸权主义 在全球范围内涨空来资源 正因如此 美国如今才敢向中国叫嚣 妄图以来资源威胁中国 可是 这终究是美国的妄想 美国想要用来制裁中国 为本国谋取利益 美国的来封锁计划必将失败 主要有三点原因 第一 中国本就具备一定数量的莱 且未来潜力巨大 中国约有250吨莱 占全球的9.4% 是排名世界第四的莱资源大国 中国的金属莱主要伴随灰幕矿而生 目前主要集中于安徽 四川 陕西与云南 中国科研工作者历尽艰辛 于2008年在四川省牧川地区 发现了一座独立莱矿 令我国的金属莱储备进入新纪元 两年后 科研人员又在陕西黄龙铺 找到了新的莱矿床 这座位于洛南县的莱矿床 储量惊人 高达176吨 震撼了世界 此前 中国的航空航天事业发展有限 因此对来的需求少 勘探与开采力度不够 现如今 中国已经全面加大勘探规模 2020年 金属莱的勘探更是取得了突破性进展 据统计 中国的莱资源总量相比十年前已增长近40% 未来 中国的西藏 黑龙江 河南 湖南 湖北 江苏等地都有可能发现莱矿 从长远角度看 美国根本不可能利用莱资源封锁中国 反而应该为自己担心 说不定有朝一日 中国便会在莱储量上超越美国 第二 中国正在建立完善的莱生产体系 莱产量将获得显著提升 为了加大生产金属莱的力度 一大批国企投身一线 启动相关项目 无论是江西同业集团 还是云南同业 亦或是陕西电视矿业 均是中国莱生产的中间力量 目前中国的莱产量已经突破四吨 根本不会受到美国制约 第三 中国已经具备了独立提取金属莱的能力 打破了美国的技术封锁 过去 航空发动机一直是中国的短板 但历经一代代科研人的努力 中国终于掌握了提炼金属莱的核心技术 其中 成都航与超合金技术公司的贡献尤为突出 这家公司帮助中国实现了单晶叶片的自主生产 现在中国不光不会在技术上受制于人 甚至能实现量产 将产业规模最大化 近年来 中国科研人绞尽脑汁 聚焦于金属莱的多领域应用 取得了丰硕的成果 他们利用来研发出了大功率的涡轮发动机 只用了短短六年 便突破了技术壁垒 迈向了世界一流水平 从那一刻起 美国便再也不可能再来问题上制裁中国 在过去的很长一段时间里 美国横行霸道 垄断全球来资源 甚至想以此卡住中国的脖子 但是 中国绝不会让美国得逞 无论是勘探还是研发 中国始终不曾停下脚步 相信在不久的将来 中国一定会成长为来大国 助力航空航天事业再闯辉煌 继续 感谢观看